这是在巴基斯汗举行的国际军事竞赛 引体向上 俯卧撑 仰卧起坐等基础体能训练都成了精彩客人 探似简单 却标准很高 探似没有激烈的对抗 但赛场上 局势却是瞬息望悦 中国军人能否实现为国争光 为军队天才的誓言 多近路上 困难重重 最终他们能否兑现出国前的蒸蒸誓言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荣誉之战 中国陆军参加国际陆军体能与战斗技能竞赛 纪实 2016年10月 首届国际体能与战斗技能竞赛在巴基斯坦举行 这次竞赛共有19只参赛团 美队20人 除中国陆军代表队外 他们分别来自巴基斯坦 尼泊尔 斯里兰卡等11个国家 虽然这次竞赛竟有引体向上 3.2公里越野跑 仰卧起路 俯卧成力 和战斗技能这5个课目 但是要想在这些看似简单的课目中 多得优异场景 却很难 设计这一套训练内容的是一名留学英国的运动学博士 结合着巴基斯坦的经验身体情况 以及国内的实际和反恐的一些经验 研究出了这一套训练的方法 他的军队是随时都在作战的 作战当中的经验的信念怎么办 他就认为把福沃尘养卧起坐 福沃尘是练他的这个背力 然后养卧起坐练福利 你的引体向上 以及跑 中长跑 这么一个信念 他感觉到组织起来 简便 同时呢 这个他保障难度很低 所以说信念一起很有效果 竞赛第一个课目是引体向上 19支参赛队的队员被混编成9个小组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 因此同一个场地上 就会出现不同国家的军人 一起比赛的场景 第一场呢大家都看得很重 算是互相在试探对方的底细的一场比赛 这是主办方对引体向上课目提出的竞赛要求 minimum standard to qualify a single count of repetition is that the chin should clear the bar the body is then lowered until the arms are straight no rest with chin or chest on the bar during pull-ups only rest can be taken while leaving one hand 难点在于坚持 像普通人做到20到30个以后 他就小臂发胀 手指发麻 就会出现抓不住杠的情况 对于主办方提出的竞赛规则 参赛的很多队员并不能完全适应 做了30个之后 掉杠的现象开始陆续出现 中国陆军代表队的队员都来自基层联队 虽然经过集训 但一开始这项比赛并不顺利 顶出去 该差三个人操短了 坚持 没事 我已经活动得很开了 但是就是已经时光进了 可能是因为巴基斯坦那个水土的问题 很多队员吃了它那个半中餐半西餐 很多同志的是轻度腹性 还有的胃酸 这次竞赛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的 拉赫尔兵营举行 十月末依然35度以上的高分 让远道而来的中国队员很难适应 第一个科目的比赛 他们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他们已经有一个队员 已经拉到了65个 这个成绩 在国际赛斯里面 在这种标准要求很高的情况下 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巴基斯坦代表队共有九支 同样的竞赛内容 已经在本国范围内连续六年组织竞赛 我们在看着巴基斯坦 包括其他国家都在看着 看看中国经营会有没有什么好的现实 当时我还是有点压力的 因为大家发挥都不是很好 我也感觉状态不是很好 张琪是一名比赛性选手 在国内集训的时候 常常被战友们称为黑马 阴替向上 张琪也拿过很多次的第一 一开始张琪的发挥比较稳定 他的动作协调 很快阴替向上就要突破五十个 让而接下来张琪的节奏却乱了 五十二了 加油 为了荣誉 达到五十多个的时候 我感觉特别累 特别吃力了 担心怕抓不住接下来 张琪这名队的话 平时在我们这个科目当中心里 尤其零体现象的科目的话 他的个人成绩的话 相对有稳定一些 他的成绩跑坏了吗 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当下零次的问题 按照比赛规则 一个参赛队每名选手的成绩相加为总成绩 最终将决出团体前三名 而个人成绩的名字也是取得前三名 因此张琪能不能突破巴基斯坦军人65个引体向上的记录 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参赛队 最终能够取得好成绩 所以说单手我就非常着急 然后我也想得起 我在下面能吼他一记 让他多拉一个算一个 我就抱着这个心态 就是给他鼓鼓劲 然后让他登起多拉 张琪也没有放弃的意思 每次单手在杠上简单调整一下之后 他都会摇紧一关再做几个 然后当时我就想怎么样也不能下来 先不下来再说能拉多少是多少 因为毕竟是第一场比赛很重要 张琪的脸已经胀得通红 速度也十分狂猛 但他还在一次一次地增加着引体向上的次数 担心的就是他万一掉杠休息的时候呢 掉下来了 那就咋够了 好 接车 接车 再来 61 62 他们练了五年多了 从来没有突破这个成绩 66 67 再来一个 再来两个 没完后拉一个我就希望他再拉一个 这是实实在在是这样想的 因为要想拿到这个当下第一 个人的第一名次 那一个 差一个就是天然之力 随着张琪引体向上的次数缓缓增加 整个比赛现场都变得安静了 这名中国队员不仅打破了巴基斯坦队员65个的记录 他依然坚持的可贵品质 更令人敬佩 69 特别到了最后 手批破了以后 然后这个手背 他们拉到一定的时候 手背抹了 双战以后 他就基本上很多同志 他就拉不上去 那么只有通过意志力来坚持 70 71 和引体向上 是这个科目的最好成绩 也是突破自我的期限 全场的第一个竞赛科目 中国参赛队最终夺得个人第一 团体第一的优异成绩 我就感觉 这个我们心里有点底了 其他科目跟他们有的一拼 在巴基斯坦拉赫尔军营 中国军人一战成名 而在第二天 3.2公里愿意跑竞赛中 他们再一次获得了团体第一 个人第三名的好成绩 然而 让中国参赛队难以预料的情况 却在第三天的竞赛中出现了 赛场上风云突变 仰卧起坐 俯卧称 中国参赛队竟然无缘个人想象 最后一战 他们能否定住压力 在战斗技能的竞赛中 他们拥有什么样的表现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荣誉之战 中国陆军参加国际陆军体能 与战斗技能竞赛计时 国际陆军体能与战斗技能竞赛 第三天进行的课目 是仰卧起坐 是我整个比赛期间 我是从这个心里面 是非常难受的一天 怎么说呢 很难受我也是 对这个比赛感觉后面 就是对我们的信心打击很大 仰卧起坐的精彩规则 是三十分钟时间内 看谁能做的最多 及得分最多 相对信心比较足一点 是我们这个仰卧起坐 那么我们这个出国之前 最后提高到了2290个 这是我们出国前的最好成绩 据了解 巴基斯坦陆军 平时仰卧起坐的最好成绩 是1700多个 如果中国队员能够发挥稳定 就可以在这个科目上 继续夺得优异成绩 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 个人成绩无缘前三年 团体也只是第二年 大家是很拼命的 可以说拼着命的去干 但是因为受各种 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还是这个成绩 我们不是很满意 最后在第四天进行的 俯卧成课目中 中国参赛队也遭遇了 同样的问题 再次无缘 团体第一 在国外呢 也是跟外国经验比 这个呢是为国家而战 为国家军队而战 为荣誉而战 所以说 你获得名次的那种荣誉感 也是完全不能和国内相比的 一 二 三 三 今天的这个俯卧成比赛 因为这个规则变化 和裁判等多方面的原因 成绩不是很好 我知道大家现在心里面 很不舒服 我也很不舒服 但是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 每一刻比赛结束了 就不要想过多的 不管成绩好与坏 主要想着下一站怎么打 明天啊就是我们战斗技能的 最后一个科目 我希望我们前期队员 明天鼓住一口气 一定要把我们 这两天不舒服的心情 把这口气把它弄出来 把我们中国警人 特有的血信 腹气比出来 明天的比赛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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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捍卫中国军人的荣誉而战 在第五天 也就是最后一天的竞赛中 中国参赛队的队员 都抱定了必胜的信念 一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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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战斗技能这个科目 却是整个竞赛中 竞争最为激烈的 它是重头戏 是最能体现 精人综合素质的一场比赛 对这一场比赛呢 各个国家看得都非常重 别看它小小的165米 那么一个篮球产大的那些产品 既有锻炼队员的敏捷性 又培养它的协调能力 还有它的爆发力 耐力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 这是中国参赛队出场的第一名队员 跨越深坑时 他的脚下一滑 把大家吓了一跳 每个同志比赛 每个科目的时候 我都非常紧张 说实在话 有时候站在那个地方 我的真的是 有的时候不敢看 但是不看来又感觉到 这个心里面不踏实 战斗技能科目 在长165米的赛道上 参赛队员要在 急速冲刺的情况下 完成运送伤员 徒服前进 跨越障碍 运送物资 手榴弹投掷 射击等11项战斗技能 专专专业间 中国参赛队出场的第一个队员 已经完成了课目 但用时57秒 这个成绩并不能让人的心里感到踏实 像八番的话 他们认为就是 信念了五年 他的极限应该是在54秒多一点 越南是由他的 特种部队司令员 是一位准将带队过来的 他们认为他们特种信念 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个科目上 他们也想有所建树 这是竞赛期间经常播放的一首歌 正如这首歌词写的一样 此时 为了在最后一个竞赛科目中 比出最好的成绩 每一名中国队员都在奋力拼搏 这首歌词写的歌曲 就是我们那种代表中国人 代表我们中国陆军出国比赛 那种崇高的容易感 使命感 这个是一直以来 从我们信念到比赛 支撑我们教练员 来和我们所有队员的一个精神支柱 黄磊是中国陆军代表队 最后出场的队员 而他的比赛成绩是最令人紧张的 此前 中国参赛队每一名队员的成绩 都是60秒以内 并且射击五发子弹全部命中 加油 黄磊快速完成了Z型跑 运送商员 豹子跑 跨越深坑等一系列科目 接下来五发子弹的射击是最关键的 如果战斗技能一旦发挥市场 任何一个同志 只要没打算那个规定的发速 没有达到他那个时间规定的话 我们的成绩的话 前三名的话 想的不用想 是根本不可能的 按照竞赛规则 如果五发子弹又三发拖把 将被视为战场阵亡 整个战斗技能科目成绩为零 黄磊的射击发挥稳定 这一次黄磊不仅顶住巨大的压力 完成了战斗技能科目 并且他还创造了50秒59的最好成绩 而巴基斯坦队员的最好成绩是56秒 不仅如此 中国陆军代表队还一举难获了 战斗技能这个科目的金银铜牌 以及团体第一的大满关 都沸腾了 欢呼嘛 特别高兴 然后跟巴基斯坦所有队员都在那里围观 然后我们比完之后 他们也是非常的惊讶 然后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 看到中国人就是穿着玩意图 通过这一次的比武 我们感到巴基斯坦的人民和军队 对中国军队非常友好 我们在比赛当中 也向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军队 学习他们好的经验 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反恐战斗精神 他们的战斗技能 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016年10月28号晚上 随着一枚枚奖牌的发放 首届国际陆军体能与战斗技能竞赛 落下了帷幕 中国陆军代表队13次站上领奖台 在这短短六天的竞赛中 他们夺得了三项团体第一 两项团体第二 以及金银铜牌十日美 走出国门 他们又一次实现了 为国争光 为军队争荣誉的誓言 中部战区陆军狙击手比武竞赛 即将拉开帷幕 这是中部战区成立之后的 首次狙击手比武大赛 而在这次比武竞赛中 54集团军参赛队 能否经受重重考验 一名预备队员 又是怎样走上赛场的 他和队友在赛场中 经历了怎样的42小时 军事纪使近期夺突 狙击枪手对决技